可以看到现在有民众是冒险 直接站在旁边观浪来拍 红衣男不顾危险紧贴岸边高举手机 下一秒滔天巨浪拍上岸吞噬消波快 吓得他赶紧往回跑 接着海洋大学旁的沿岸刮起长浪 却有不少民众还是来到岸边近距离观浪 海洋大学的校友还特地回母校 就是为了一睹台风天巨浪 但岸边没有防护封锁线 真的相当危险 可以看到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呢 其实这些都是被长浪给打上来的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港口呢 我们远远地看就可以看到海浪 从远处就一直不断地打过来 不只是浪长非常的长之外 浪高也是达到一定的高度 满地的宝特瓶钢瓶 就连台阶对面的草地也都是垃圾 可见浪花拍打上岸的距离有多远 同样掀起长浪的还有基隆港 一波波白色浪花拍打在石块上 各种船只和舰艇纷纷进港靠岸避风 另外海巡署舰艇也停进码头 加强紧揽作业 只要出现关浪人潮 海巡人员就会柔性驱离 另外每当台风来袭 基隆大雾沦系周边就会传出盐水灾情 帮球场积分台旁的河道挡土墙也裂了一个大缝 万一吐石大规模崩塌到河道 恐怕将会造成河水堵塞 为了防范未然 大型移动式抽水机早已就位 万一有瞬间好大雨 就可以立刻启动抽水阴影 把灾害降到最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